发改委今天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 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的条件 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 要全面的取消落户的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气氛落户政策 大幅增加落户的规模精减气氛项目 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的比例 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已经陆续地取消了落户的限制